中美之間呢 這個春暖花開恐怕真的 這裡面很深啊 再來呢今天有一個最新消息 帥航軍這是美國媒體先曝光的 他說拜登現在積極在制定一項 他要限制美國企業 投資中國國防工業的行政命令 他說理由是 因為我們要防止這個解放軍 獲得更多資金或技術 據說呢拜登已經向G7這些國家來協調 命令預計在今年夏天會發布 但是白宮現在 犯人還拒絕做出這一方面的回應 這個東西 其實美國圍堵中國的軍事發展 也不是今天了啦 我不曉得他還能增加什麼東西可以堵 就是說可能是不重要的附加零件 他都要堵吧 因為美國對軍品管制出售很多年了 我大概五六四年前就感受到他們 每一樣東西出去都有聯邦哭號 現在這個東西已經到了歐洲 歐洲又到了哪裡哪裡什麼時候到台灣 就電腦上都可以查的 他管制得很厲害 他就Auto License 你這個軍品出口你每個國家都受限制了 所以講這個話又要想跟中國大陸談話 我覺得這些政治人物 反正不曉得出爾反爾有什麼 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發言都講 你老老實實 你要做什麼 你要幹什麼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所以這個話在我們中國人來講 有個朋友跟你這樣講的話 你還好意思去見他面嗎 對 真的 你想幹什麼你講 那以前為什麼不守信用 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blah 就是放個消息 放個消息 讓他這些機器國家同仇敵愾 所以歐洲現在碰到一個什麼問題 經濟的理性知道要需求跟中國大陸 不能透過 但政治的這個不理性 千萬不能碰 那是個千萬的惡魔 全世界的這個禍胎 我問你 政治上這個不當的理性能夠維持多久 人是要吃飯的 生意人是要做生意的 你像德國那個Volkswagen 你德國人再怎麼罵 他還是跑到新疆去設廠 他不理你 為什麼 他算一算 一帶一路鐵路通龍 我在新疆直接發到歐洲去 比你在哪裡都便宜 還要近 所以這個生意人是無孔不鑽的 你那些法令他都有辦法繞得過了 以前台灣不是被美國限制 紡織品有扣大 對不對 你只能出口多少 台灣商人多聰明 泰國 越南 都是台灣的紡織品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誰能比商人更聰明 美國那個政客 你要跟商人玩 我覺得你有的看吧 那最近在藥廠的研發 有一些藥品研發 其實要做一些動物實驗 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因為這是日本媒體揭露的消息 他說中國現在其實在限制 實驗喉出口到美國 那可能會導致美國的實驗喉 價格就會飆漲15倍 那就會延遲美國製的藥商的 這個新藥開發計畫 那美國到底從中國進口了 多少實驗喉的數量呢 2019年是2萬多隻 佔進口總量60% 到了2020年 數字下降到3723隻 我覺得日本媒體 其實有事沒事幹 就報一些有的沒有的 這很無聊啦 這個實驗喉 不是什麼不可替代的東西 當然是中國這個 飼養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出口量等等 但大概在全世界這種 可以飼養的國家很多 可以弄的 所以我是覺得日媒是披露 當然啦中國可能有各種原因 限制出國或者是數量管制 比如中國自己要用的等等 但不管如何 就是說造成美國的這個實驗 猴或者實驗動物 實驗還有老鼠 還有很多 還有實驗豬 對 都很多 兔子 所以價格上漲 所以說因為中國限制 我是覺得日本媒體 好像吃飽飯沒事幹 放這種無聊的消息 因為那個市場 不是一個多大的市場 你說2萬多隻 又能夠多少錢 第二個它替代的方案很多 替代的這個猴子也很多 所以中國沒有必要說 跟你打美國貿易戰 動到這猴子頭上去 哎呀 用的東西多得很 怎麼插這一招咧 對不對 對 那美債的部分呢 今天有一個最近消息 就是美債違約的這個大線 往後推了幾天 原本說6月1號 那現在呢 財政部 美國財政部 把政府耗盡資金的日期 往後延 但也就延到6月5號 這美債這齣戲 現在蔡美媛怎麼看 我最喜歡調侃美國人 你說哎呀 中國的國防工業 哎呀 美國的企業不可以投資 那為什麼叫中國政府 中國人民銀行 去投資你美國的債券 哎 你美國政府的債券 不是會比中國的國防工業 更沒有敏感度嗎 雖然我是美國人的話 很搞笑的啊 那美國的這個債券的因素 一直都卡在這邊 就是共和民主兩黨來談判 那目前來看的話 雙方面談判的範圍 已經縮小了 大概只剩下700億左右 討價還價 就是說我這個 共和黨一年要砍四千 多少 四千五百億 十年砍四兆五千億 那時候好好不要講那麼久 因為拜登的那個任期 也剩下兩年 我們就談兩年就好了 談兩年就好了 搞不好第三年喔 川普當總統 共和黨就不砍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已經收小到兩年 那兩年的金額 不就不四千五百億 雙方面收小了 聽說已經談不談 差距不到五百億 所以拜登還在那邊 討價還價 他為什麼要這樣討價還價 掙扎 不是問題 他在表現給民主黨的選民看 或中間選民看 哎呀 我不得不砍你們那個 學費貸款的補貼喔 那都是因為共和黨的關係啊 或者找各種理由 要把這個張尼巴丟到共和黨 那共和黨也是 也非等閒之輩啊 他們一定會也會宣傳啦 你看拜登喔 這老頭喔 就是硬是不肯砍 這個自治預算的浪費啦 還給烏克蘭多少錢啦 他雙方面在鬥這種嘴 換句話說 他把預算案債務上限 當作政治宣傳戰 哦 明白了 然後那現在為什麼 拜登會浪步比較多呢 他看自己的民調 搞個老半天還輸給川普耶 不但輸給川普還輸給那個共和黨 那個二號人物叫Dissantis耶 這一招沒用 他真的輸耶 而且現在美國人喔 民調已經顯示 好像昨天的前天啊 他說這次債務危機 怪拜登47% 怪共和黨44% 怪拜登比較多啊 他忙個老半天 責論比較重 剛好跟什麼 歐巴馬2011年的債務危機 完全相反 歐巴馬那時候債務危機啊 兩黨也在那邊扯來扯去啊 結果民調認為歐巴馬 對的比較多啊 認為共和黨錯的比較多 所以啊 歐巴馬就很開心 很開心打了個勝仗 所以他們真的就選票 不是真的在債務上問題 只有那個老太太葉倫 很緊張 因為才有嚴明醬醋茶 他在管的嘛 他都很緊張啊 還講出口 講了真心話 中國啊 你要幫美國解決債務困難啊 你要付這樣表示 你對世界的金融穩定負起責任啊 這種話都講出來了啊 你花錢人家負責 對啊 老太太講的是實話嘛 對不對 經濟上絕對是成立的啊 可是老太太也很絕啊 他說 他說有關於國家安全啊 貿易啊 那個關稅壁壘啊 那個不干我的事啊 而且 而有一次也沒有錯啦 他是財政部長嘛 那些東西是國務院 國防部的事 不干他的事嘛 還有商務部的事 當然不干他的事 那現在 美國的債性平等啊 就是因為你們兩個吵來吵去的 那美國的這AAA 對啊 惠譽把AAA 副相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對這什麼意思 負面觀察名單 AAA是最高等級的信用評估啊 可是未來可能升等 或者可能降等啊 有可能降等就把它擺在 副相名單裡面 就有可能你從AAA降一等 所以才先擺在 副相觀察名單 等一段時間再說 Fitch啊 這個也太過於給美國的面子了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專家說美國要把台灣烏克蘭化 用大陸打台灣來牽制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 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 國際資訊和情勢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分力量 不願恢復 Skân式 tekn了 Skân式 Skân式